因应林扑沙花莲县流浪犬的收容空间狭小老旧 花莲县政府争取到经费1亿3千万元 在凤临镇的荣昌段设置了动物收容教育园区 占地0.8公顷 县长徐真卫31号到场来了解 对于空污、排水以及犬猫身后市进行了实地的考察 由于园区距离人口密集处有安全的距离 以不扰民、低开发、众生态为设置宗旨和尊重循环的原则 并且在园区将宣导尊重生命和动保的观念 成为全台收容流浪犬猫的示范区 也为了应应中央林扑沙政策 县政府争取经费包括了花洞基金、中央拨款及地方政府配合款 1亿3千多万元 在凤临镇荣昌段设置了动物收容教育园区 31号上午县长许正卫特地来到花莲县狗猫月洞园区来进行考察 那这整个做一个大概是一个L型的一个洞线 那这边其实也可以通 那目前这个地方是做一些狗狗的一些活动 那民众带来说可以带那种坡啊 让狗在那边跑啊 让很高兴的在那边玩耍 那为什么做这样一个环形洞线 最重要是防灾 就是假设有一些不仅这个火灾或什么之类的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能够这样整个来做一个 园区噪音、环境以及废弃物处理部分 建筑师说明园区采现代化及绿建筑规划设计 使用隔音建材及绿狼带控制 阻隔噪音兼具环境美化功能 而污水则是经由蓝污槽来进行第一阶段处理后 固体污物则是由清运业者处理 而液态部分则是排放至污水处理槽来处理 以达到流放水符合国家标准 而园区内将不设置焚化炉 而被切勿则是委外环保厂商来处理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